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來玩我們的KOFORSTAR 那今天是7月28號星期四 那我今天會來玩我這隻上期抽的雪魯蜜只有1星啦 就介紹一下玩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可以展示這個徽章喔 我現在才發現 我的意思是說之前我們是在收藏品嘛 然後你這邊裝了之後他會秀在這 我現在知道了 有個代表 他這個有沒有代表 這個好像沒有代表 喔了解了解 代表的話在這 那下一期的話我會玩那個零充的 好零充的話那雪魯蜜跟蔡寶奇都5星 就是說我今天先玩1星的雪魯蜜然後下一期再玩5星的雪魯蜜 然後我沒有套卡也沒有屬性卡都還沒抽 所以只是給大家參考如果你抽到雪魯蜜1星的話基本上就有這個能力了啦 就有這個實力了 然後這個是 混池抽的酸氣卡 然後用星葡萄然後兩個減CD卡 還有開個風扇 好然後覺醒石1顆 這個覺醒石是電擊跟初雪 那牙刃的話大家有沒有發現 應該有人發現了吧 牙刀是SS格魯蜜但是他這邊送的是ES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這我不知道是不是BUG還是他就是故意這樣 就送你這個 地勢彈的就多送你 那你牙刀的話沒辦法用 用了之後你就吃不了 就只能用工會的 那牙刀的話應該是神聖吧 看一下喔 這邊看不出來是不是 再看圖件好了 牙刀的話被歸納在SS格魯蜜啦 我那天沒有認真看嘛 神聖出血電擊 神聖電擊出血 噢 沒仔細看過 好光輝啊沒錯神聖 跟他的衣服一樣 好那我們這期就介紹雪魯蜜然後我會 玩一下那個戰鬥卡復本 然後測一下傷害然後再玩一下那個工會 工會首領營挑戰 就這期是機師啦剛好機師 機師怕電擊跟動傷嘛 Info呢跟Runatik 那雪魯蜜完全可以用 玩完全全就可以用 雪魯蜜他沒有盾嘛 但是他有回血還是可以撐得住 但前提是你要有練度 一星的話 把那個Info呢應該是會被打得很慘吧 你小死掉 因為防禦太低 好我們來介紹一下吧 給一些還沒有抽的人參考一下 我建議還是要抽啦就抽到一星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你紅寶石不多的人就抽到一星嘛 一星就夠了就夠用了 那如果你有追求的人就是至少三星或五星嘛 五星就畢業啦 因為他是ES戈洛加嘛 好平衡型戈洛加攻擊力60% 60% 技能一有一個派生機但是必須 必須摔到人 必須摔到人 就是這個派生有沒有 這個追加操作的話你必須要摔到人才可以 比如說打那個機甲租戶庫因為他是 他是會一直霸體嘛 他是一個機器人 那你摔不動他 你就沒辦法派生 沒辦法追加 追加這個技能 然後沒辦法追加你就不會重置 一個人來看吧 這個加攻擊力嘛然後有電擊傷害 然後14秒 爆炸多14秒 兄弟14秒 14秒目前通過最多了吧 之前都看只有10秒這個14秒 然後也可以解除那個 超級護甲跟極限護甲 這個解除的應該是一些 小兵可以解除 打那個機師那一種 他們他們的那個極限護甲是 他們是 永久極限護甲 永久霸體 有時候可以摔得動就是他被我們打暈的時候 他被我們 爆破打暈之後你可以用投資機把它摔暈 他是可以摔得動的 好這個派生技有機會重置 但是冷卻15秒也就是說你進能11之後重置完可以再11啦 1111這樣子他只是你要等他就不會再重置 然後這邊有兩個PVP專用的解除敵人的護度 免疫傷害讓你那個打那個排名賽好打一點 不然每次打那個排名賽 一堆護舵一堆免疫打好久 打快打的最麻煩快要打好久 好敵人無法防古文 好雪魯蜜編輯 這個也是可以重置1啦 雪魯蜜補獲ES重置 這個 技能1重置 讓他大部分都可以重置技能1 然後他順便還可以那個有一個 6秒的那個 受到傷害增加對象然後有一個電擊狀態然後順便在 電擊的5.5倍 爆破 我不知道他發生的 發生的那個順序是怎樣 就是說如果是同時的話 他會立刻解除嗎如果他解除的是技能1的話 就要再看一下我們待會看一下 這個要再看看 就是 這個遊戲的電擊不會重疊 譬如說你技能1的電擊跟這個 這個技能 2的這個電擊 他會出現兩個電擊 然後爆破的時候可能是解除一個或是解除兩個這個要再看一下 這個我不確定因為我剛剛沒認認看 我剛剛只有玩30分鐘 就玩這隻30分鐘4玩而已啊 這個冷卻10秒啊10.4OK啊 好技能3有一個比較好玩的地方是他除了7000護甲4秒 然後他還可以讓隊員回復5%冷卻3秒 也就是說你爆氣10秒有沒有 爆氣10秒你至少可以放3到4次 大家可以回復3到4次就是15%到20%啦 簡單說就是回復20%吧 20%左右 所有隊員也就是說 有他在隊伍的話 比如說打那個事件之塔幹嘛的他可以一直幫大家回復 超好用的耶 超好用的 對對然後又可以那個 又可以解除那個 超級護甲 極限護甲 然後他又可以民意失禍 好啦反正這些最近的這些ES格鬥架我都覺得他都是設計來打那個事件之塔 就是90層85層大家都會卡嘛 那你不想卡的人就把他抽到五星啦 就這樣 好 這有個回血我覺得蠻好用的 我覺得蠻好用的啦 好這個是 雪姆咪衝擊ES內建的必殺 我還有這個效果 現在的必殺都有這個附加效果 雪姆咪閃擊 ES 不是 雪姆咪加點火 雪姆咪 博蘭會怎麼那麼多啊 我分不清楚了啦 我分不清楚哪一張是這次的卡 可能是博蘭會吧好像沒沒看過 看一下好因為我還沒抽 我戰鬥卡我會省一點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打算都是先 過一陣子然後我自己花IP掃一掃看有沒有掃到再去抽 然後暴底先在決定嘛我覺得應該是這張吧 把人家抱起來然後洗面移一下 是嗎 應該是吧蠻像的啦 是嗎 我不知道 應該是吧 雪姆咪博蘭會 check一下 呃召喚 我覺得時間不太夠耶介紹這隻角色 如果你要講得很完整的話很花時間 上次那個 改版那一天嘛 確保命不太會 改版那天我就 稍微看一下大家技能就是說 就這樣就這樣 有網友說很好笑因為我都沒有沒有隨便講 沒時間啊 沒時間介紹就只能說喔就這樣 你們自己看就這樣 白紙黑字寫在上面自己看 不是啊因為沒時間啊那因為介紹起來沒事因為我還要趕快結束 結束錄製嘛 趕快上傳 那天很趕 核心效果前面不看了啦 這裡 冰凍失禍 雙冰凍失禍 超強超強 現在都雙冰凍好強喔 然後這個跟那個馬力啊 SX馬力還有那個EX安琪一樣 只要沒辦法用投資鏡的時候就會觸發 一個效果 每1秒然後0.1秒就是10次 10次 10次550%就是洞傷喔 所以是5500% 強嗎 強啊 我記得馬力可能在400多%是不是啊 有點忘了 而且馬力好像 你看 馬力是0.15秒 550% 0.15秒比較弱眼 然後安琪咧 上次 上上次 上上上次 我不知道上上次嗎 好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你們看喔 我都是抽女角而已啊 炒替完全不鳥他啊 然後這裡也是90抽就不鳥他啊 90等就不鳥他了 安琪好歹有三星啊 雪裏迅我應該會再抽啦 應該啦 應該啦 來看一下 我也沒忘記了 他還是0.15 所以 對那個 雪魯迷移更強啊 0.1我就大概6-7下 就抓6下左右 6次 那就是10次 然後你看他這個 技能是電擊 然後這個效果是凍傷 也就是說打那個機師剛好可以打 派他就可以打 然後有一個迷移 這個迷移就是你 換下來之後被他 震地板也沒差 換下來那一瞬間他不是會震地板嗎 你會抓時間嗎 如果你以前有研究過的話他有一個 那個 靈能施放那個 如果你有去研究的話現在不太需要研究 因為現在都硬打就過了 6秒瘋瘡起嘛 換下來一定是可以免疫一下的 好這個就是 加爆擊率 然後之後 打到他之後爆擊命中會有一個印記 然後打印記對象的話 你的那個電擊爆破會增加效果 然後出血神聖也會增加效果 但是他應該是沒有出血神聖啦 就給別人用吧 出血是那個 菜寶奇嘛 神聖的話是牙刀啊 這次是這樣嗎 好緣分稍微看一下 這個BOS熱潮應該是這次的啦 這次這幾隻吧 我猜啦我猜啦 就配15%的 圍器的或配誰啊 配這個吧 97學魯迷 就打時間競速的時候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標籤吧 應該是BOS首領應該是新的標籤啦 就跟什麼1加999 什麼作戰小貓一樣 它是新的標籤 這邊 怎麼看 年度 怎麼沒有年度 查看更多 這邊吧 有點忘了 這裡 BOS熱潮隊伍 這跟這個手遠熱潮不一樣 它是BOS熱潮 呵 有沒有這是最近的 最近的 快打的嘛 然後再來是那個草屜的 ES的 ES格洛加 然後作戰小貓 1加9999 然後BOS熱潮隊 好大概是這樣吧 好我們來演示一下 打一下那個 戰鬥卡部分 我的戰力大概5萬吧 我就打個5萬多的 5萬多嘛 因為我就一星而已嘛 好 來吧 還沒有去刷套卡 WASH套卡還沒刷 那個明天再開刷啊 第三天再開刷 那個一張都3萬嘛 技能1 好 抱歉 技能1摔到人之後 才可以再 重置 才可以再那個派生啊 就追加技能 毒蜂長這樣 好這個可以補血欸 等一下我重置了嗎 這招不太好 他有點像 有點像刷技欸 還要補血欸 我沒有那個 抽特殊卡啦 這個是 噴池的吧 重置了 競爭力如果你要用的話 比較滿 就不管他們有沒有霸體啊 我們可以解除嘛 80%是不是 好像有點高 是不是80% 然後我們不解除也沒關係 我們會觸發那個核心的效果 會很痛 起來一下霸體 好投資 投資機的角色 大概是這樣 你會覺得打起來 就沒有那麼爽快 跟那個 瑪莉啊 還有那個 安琪一樣 就是這種感覺 有的人不喜歡嘛 有的人不喜歡嘛 他為了補足 那個投資機的缺點 就是會讓核心多一個類似那種 集訓瑞壓 他的是什麼 戰力什麼的吧 這個效果 待會打那個蜘蛛的話 你們可以明顯感覺到 他的效果 我們待會打蜘蛛的時候 要看的重點就是 這個嘛 戰力旋梯 然後還有那個 爆破是兩個閃電不見 還是一個閃電會保留 然後禁能E沒辦法派生 因為摔不動 摔不動就不能派生 禁能E會直接破掉他的雞精護甲 但是蜘蛛不能破 破不了 他18%有點高 而且他是解除所有敵人 就打小怪的時候 小怪就直接被解除了 如果你禁能E洗手的話 所以我建議應該是 三騎手會好一點 讓那個 讓那個 那小怪的那個 極限護甲還在 超級護甲還在 你就摔不動他們 你就會觸發那個 戰力旋梯 我們來打一下蜘蛛給大家看 我直接告訴大家三號好了 兩百多恩 一星而已喔 然後屬性卡套卡都還沒有優化 也沒有他自己的特殊卡 就兩百多恩這樣 我就三騎手好了 或是一二三也行 然後我的 電擊是 吃不到嘛第一波 但是他會吃到凍傷 所以傷害會比較高 這個就沒辦法撤了 因為 軒牛蜜就電擊凍傷 他剛好弱點就是這兩隻 這還是會有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他回去很快 他普攻回去超快 他踢踢踢踢踢就無回去 所以打起來傷害很高的原因 就是那個 有凍傷 凍傷跟電擊 然後凍傷吃到他的傷害 最近兩百七兩百八嘛 沒辦法就是這樣 因為他 他既有電擊 也有凍傷 沒辦法 單純撤出他的傷害 所以 我覺得他五星的話 應該會破千吧 破千 破一千點吧 我覺得啦我覺得 我還沒有玩靈衝好 我還沒有試他好 那我會幫他打一下蜘蛛 待會我會幫他打一下 好 就兩百七十幾M給大家參考一下 一星而已 我自己好久沒打這個了 我自己都不打的 藍的打了 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活動 你都一定要 打滿打好嗎 那太累了 將就就好 好 來試一下公會給大家看 公會的話因為我沒有那個 特殊卡三氣卡 所以我沒辦法阻止那個 機師奧義 我就稍微演示給大家看 公會 首先 Lunatig一定可以打 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話 你就抽來打這個Lunatig 先跟上大家的步伐 好這邊也不配置了 就是我那個刷臂的組合 刷Rush的組合 這個我還沒練 待會把菜寶奇弄到90秒 我們下一集就玩那個 雪魯咪五星了 給大家看一下五星 目前大概是怎樣 因為二會爆破嘛 所以我們就一一玩 可以抓他 就跟那個瑪莉一樣 瑪莉也可以抓他 就他暈的時候可以抓他 他很快喔 他比那個還要破 我覺得比瑪莉還要破 這個抓不起來 這個抓不起來 因為我那個效果沒有 但是我可以回血 我的競爭3可以回血 而且爆很快大家看一下 爆很快對不對 我就碰到那個地板 我快被燒死了 我這才一星喔 一星也可以單挑一下 一條要回血了啦 只是他的那個奧義就沒辦法拖時間 我覺得有點不ok 就被燒到了 就被燒到了 沒關係我們被迴血了 這個是不是要700多人 好像700多人B 完全可以爛掉 完全全可以爛掉 你看 完全全可以爛掉 掉超快的 等一下隨便打 好 那那個 諾納體格的話 我覺得啦 Informa的話 我覺得你三星也是可以單挑 至少要三星啦 一星單挑太辛苦 因為他震我們一下就很痛 可能就會被震死 然後好處是洞窗電擊他都有 我稍微玩給大家看 就沒那麼好爆喔 因為就是要看你的傷害 這個傷害就不太夠 一樣我就3E好了 3E比較安全 可以 輕鬆嗎 還是可以了啦 他的那個 電擊14秒 目前我也可以雙負面打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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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他 刷他一下 讓他旋轉一下 這沒辦法 這沒辦法 因為我阻止不了他 我沒有那個奧義 你看證我們一下 少一半的血有沒有 好 好啊 測試完畢 所以他完全可以打工會首領 所以他完全可以打工會首領 如果你原本是很辛苦 過不了的人 簡單說如果你快打沒抽的話 應該都比較辛苦啦 基本上大家都快打 快打輕鬆過啦 隨便打 快打已經是3、4個月前了嘛 剛入坑的人一定要抽啦 這個 那蔡寶奇聽說比較好用 我網友說留言 蔡寶奇比較好用 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用 好那這期就先這樣 給大家參考了 有講錯或是補充的話 就歡迎大家留言 我就修正一下 好的我是漢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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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囉